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某些时候诸事不顺 破财 感情破裂 健康受损等 都是你命中的结束 一般结束会有哪些情形呢 破财 轻则失财 重则破产 病殃 轻则顿祸 重则卧床 血光 轻则小斋 重则杀身 情变 轻则冲突 重则破裂 分离 轻则生离 重则死别 歇贴之命和结束是由自身的生成八字决定的 不可能改变 但是后贴人为改命方法就是顺命而改命了 今天和大家探讨 天生运势差 如何知命改命扭转乾坤 一 转换心态 所谓物随心转尽由心生 一切为心走 在运气低迷的阶段 负面能量会增大 此时总是保持抱悦的心态 容易沉浸在人生的种种坎坷中 导致心情抑郁 所以在此阶段不要自暴自弃 月天尤人 无止境地抱怨 要接受 接受当下 接受匿迹 把消极的心态 转变为积极的心态 佛家曰 烦恼即菩提 不在困中 岂能解困 不曾有祸 岂能有物 二 提升运势 运气差 财运低迷 还有很大一部分缘由 是由八字命理的影响 八字命理 是由金 木 水 火 土 五行属性组成 互相形充克害 很难做到平衡 假如某一行过旺或过弱 都会引发不顺 因此需要进行 意志或补益 从故至今 五行属性完全平衡之人 少之又少 因此 医学大师建议 每个人对五行茶漏补缺 从命 财 福 寿 孕 婚恋 等人生多个角度 调衡喜用神五行 快速补忘喜用神力量 来获得真正的好运势 三 多做善事 常言宜善解百斋 可通过绝款物 救济抚恤孤寡老人 帮助嗜学儿童 重返校园学习 修桥普路 无偿贡献血液 放生等行为 进行修改命运 此为做善事改命法 善人有善心 学习做善事 可以缓解八字躁动者 功力焦躁的情绪 但要注意 不可长期因改命的目的 而行善事 这样做就是颠倒了本末了 多行善事 自有福报 福报借由自身求 不抱怨 不跃天尤人 看得开 放得下 这就是功德 多行善事 多欺福 生命之花 必将开得放肾 多姿 四 调整风水 运气低落的时候 也要考虑周边环境的影响 譬如更换了住所 重新装修 家中的布置 做出了调整的 都可能成为你运气低落的原因 举个例子 有原主反应 近期店里生意很差 后来寻找原因 是因为店里购买了新鱼缸 由于位置摆放不当 财运下降 经调整位置后 足迹好转 而有时 住所没有大的变动 环境一切正常 但这段期间 身体出现了小毛病 破财 家庭不和 口舌是非多 自身的运势 到了某个临界点 或是歇天运势 与流年流月 发生冲突 俗话说 风水轮流转 此时需要保持平静 耐心等待劣势过去 亦可佩戴开光吉祥物 来调整和平衡 自身及家中磁场 以免换运气 欠连到家人 一个人想要获得成功 除了要拥有 卸贴的优势以外 还需要加倍的努力 贵人的扶持 人生的际遇的因素 除此之外 有一个好的运势 也显得尤为重要 毕竟 运气与成功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者缺一不可 尤为重要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你们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有好的建议 欢迎留言评论 下期再见